大家都在团園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亲人 永远回不来 太惨了 那个惨不忍不忍 因为没有想到会死 死得这么多人 无事 乌生他是把酒精灯打翻了 烧到那个天皇瓦斯的管线 办到我走了没有几步 差不多三五公尺而已 就应该是三个人 躺在那边 就一对夫妇 还有一个妈妈抱着小孩子 已经烧得变得有点贪谱 贪谱 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说没想 台中市这一块 闲置十多年的空地 终于要出售了 也引起防众业者的关注 甚至还有新闻媒体追通报道 因为这块地 就是当年发生大火的 沃尔康餐厅的旧址 当年这场大火 一共造成了64个人不幸死亡 这是台湾消防室上 单一建筑物死亡人数 最多的火灾事件 而这块地 就成了民族专家口中的兄弟 经过12年的铺材之后 据说已经达到了进化的作用 最近终于要出售了 那么尽管地主 他已经自己大砍了4000多万 但是还是有人觉得 这一瓶开价开到了105万 还是太贵了 这起悲剧在当年改变了 许多人的命运 包括了餐厅的老板陈永津 他因为这场大火 他历经了人生的最低谷 他赔光了家产 甚至还锒铛入狱 20多年之后 他重新站起来 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 来 这是本店的招牌菜 铁板菲利 以前开过牛排馆西餐厅 很多可能要求再把这道菜带上 这个叫得蛮好的 都是排行榜第一名 对自家的铁板菲利 很有自信 老板陈永津 开过好几间牛排馆和西餐厅 其中一间店 大家耳熟难详 就是台中的威尔康西餐厅 出国看到有一家 看人家威尔康 就是英语的欢迎光临 我觉得这个不错 然后他的开头是W 就英语成威尔康 然后找来找去几个字 就觉得这三个字还不错 就用这个当名字 那时候台中市最热闹的方法 地方放在中港那边 外地来的要约会来 还有什么都 地点好找 然后那时候设备 装修气氛还不错 然后那时候去采取 咖啡是一杯五十块 细杯免费 所以很多 很多约会都要跑去那边约会 西餐厅形态不断转型 陈永津看准商机 退伍后就开店当老板 厕所空间 从小店从一家店 二三十个人的店一直做到 后来 之前有好几家牛排馆 我开过牛排馆 开过西餐厅 也都不是一款饭吃 都很拼命的在干 拼了命的做生意 其实他是一个来自乡下农村的小伙子 吃过不少苦 我爸那时候是教书的 日志时代是教育的 我妈那时候 那是我我们乡下最漂亮的 十几岁就这样 生了六个孩子给你的 我大姐你的 再生六个男生 我妈四十二岁就守寡 那时候乡下那时候 有种田乡下人家 那个岁月真的不是很好 那时候整个经济 台湾的经济都不好 这样实在 所以我们那个 我们住了乡下的村庄 叫韩吉珍 番薯庄 我们从小 从董事就开始吃地瓜 这很难看到白米饭 陈永津想要翻转人生 很有生意头脑 一间间店开 主供牛排西餐 我那时候牛排做得很好 因为我那时候 牛排都是整批才过的 把那个最好的牛肉 我就会一下子把它 以后归附把它吃下来 这样那整年那个品质 都可以保持它的稳定性 终于经验和人脉 累积到一定程度 民国八十年 陈永津挑上台中最热闹的地段 开了威尔康西餐厅 那时候前一生 很多朋友都跟我讲 可能只有我这一家店没有淡剧 没有淡忘剧 而且二十四小时 那时候景气好 景气好 你现在在 你看有早班 中班 夜班 很多夜班的 下班 然后早上会来吃早餐 很多朋友都说 你怎么早上有这么多人 在吃牛排啊 这个都是很多大一班的人员 那时候景气好 有酒店的啦 还有医院的啦 很多轮班的 几乎下班会来那边吃早餐啦 我在那边早餐什么都买 不是只有卖西式的早点的 也有粥类的 海鲜粥啦 还有大部分小村还是牛排 那时候只有钢琴演奏 KTV是另外隔壁 有一家KTV KTV那一家本来是开日本料理 叫金日本料理 然后那时候做得不好 做了八个月 其实每个月都赔钱 然后八个月以后 就叫职员工开会 说每个月都赔这么多 没办法熬下去了 就日本料理 剪掉就把那个现场 就改装成包厢 做KTV 那时候KTV这么流行 还做得不错 业绩也做得不错 四年下来 威尔康西餐厅生意蒸蒸日上 那一年42岁的陈永金 达到事业巅峰 打算扩张版图 那时候还计划说 前省开几个点 跟台北或高雄 能去配合 来投资我少一点嘛 因为当地人他要人面 可是我可以做三成四成都没关系啊 我这样规划 还有当初刚开放觉得 大陆也蛮不错的 我去上海 想说是看看 结果就没机会呗 就出师的 加入台湾启示录的会员 每周独享频道的特别戏话 和我一块翻阅 记者秘密档案 这家威尔康餐厅在当年 是台中市相当知名的餐厅 事发当天的傍晚7点多 正是晚餐用餐的高峰时段 餐厅里头几乎是坐无虚席 而火灾发生的时候 情况非常的混乱 最要命的是 当时在第一时间逃出来的员工 竟然跟消防队员回报 没有人受困了 没想到等到火势扑灭之后 逐城的进去搜索 竟然发现了大量的灵难者 对叠在一块儿 情况惨不忍睹 美国八十四年二月十五号 晚餐时段 沃尔康西餐厅一楼二楼几乎坐满 店里生意非常好 老板陈永津 因为前一天西洋情人节太忙了 这一天他打算休息一下 店就交给领半姑 我那一天是因为身体不太舒服 我每次身体不舒服的 我会带两本书到西头去住一个晚上再回来 那一天刚好就情人节的隔天 我就车子开本就往西头方面走 学长班队 值班队 兄弟你好 你一般住宅比较有人命的问题 你工厂大我会比较危险 我们一般都是讨那种比较危险性的那种火災现场 曾孟宇当年是救助队员 任务是机动支援危急的救火任务 那天晚上正好有个餐会 他那边有一个聚会 就是消防队的一个聚餐 去了没有多久就五千店通报过来 说哪里有火 就威尔康那边 中港路跟五千路口那边发生火警 然后我们就 饭也没有吃 吃饭也快就回了 警务指挥中心通报 威尔康西餐厅火警 毅然务多颇事猛烈 除了离现场最近的中港分队赶往 更调派救助队前往支援 我是担任当天的指示官 所以就跟我们的救助队 救助队当时也是进出在我们的中港分队 所以连中港分队就一起去 这次开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那个火光已经很大 我看到的景象是整个 它正面上连那个人行道上面的 机车已经都起火了 甚至连在那个慢车道 它还有几部汽车在那边 因为被烧到 现场其实是KTV这边的火会比较大 KTV它的装潢 可能会就平常装潢会比较一些华丽 然后用了一些比较易烟的东西会比较多 那火车真的很大 那应该就是在火灾发生 它有初期 中期 还有醉旺期 我们到场的时候 那个就是已经是醉旺期 都一直烧啊 里面的脸班就跟我们call pp call 说那时候还没有行动电话 不方便 call说店里出事了 所以马上往回转 火舌不断窜出 浓烟烈焰 火场温度聚传高达400度 整个餐厅像是一个大火灵 到那边它旁边不是有一个KTV吗 对 那个时代KTV对我们来讲 我们认为是KTV会比较危险 就是它格局啊 还有它好像迷宫啊 里面可能会比较有迷失的民众啊 所以我们要搜救那边 他们就经理说只有盐光在里面 客人呢 到时候都已经疏散掉了 我没有听到办法 在喊你救命 现场的也有说里面有人 有员工受困火场 但火势太猛烈 小房队员心急如焚 不久后传来坏消息 差不多在十几分钟 我们那个小队长就用无线电说 可能就已经发现有人了 一楼部分 就是发现有人在里面已经 好像就死亡了 我往门口躺了两个 左边也躺了两个 右边也躺了两个 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就 一下子就糟糕 我就很紧张了 我就赶快就要冲到厨房里去看 如果我脚一踏进去 然后那个电灯一照 差一点就晕倒了 因为那个时候就一下子 整个脑袋就空白掉了 因为我所看到的 厨房里面都是人跟人 就跌在一起 厨房在后半段 它有两个 我记得是两个门 这边有酒味 这边有酒味 这是一楼上二楼的楼梯 你说这里是哪里 吧台 它起火点应该就是 它应该是火点 是在这边起 近目击者所说的说法 就是说那个火是从内部 突然间碰一声就很大 所以一楼的逃都逃不来不及 所以他们现在的都是在 现在都是在死的 都在里面的厨房跟厕所那边的人 当时也有人说 那是瓦斯爆炸 那其实应该 它不算是瓦斯爆炸 因为他听到那个爆炸声 应该是 放闪人的时候 因为燃烧信息 所以是里面的 那个玻璃破掉 大火来得又急又快 消防队忙着救火 陈永津赶到现场时 火势稍缓 但人事一堂混乱 会一下什么样 刚到现场的闲 可是我马上清醒说 先召集员工 先召集员工 看有没有多到齐 因为当班的 出来我就问问说 有没有人没有出来 他就到处去找 没找到人 我就可能出事了 你心里那时候就觉得 就觉得 这一辈子就差不多完了 还有多少人受困 根本不晓得 救助队负责人命搜救 立刻上二楼查看 我们小的人在我 从二楼上去 二楼来到 这个是一楼 来到这个二楼 这边 我们这边稍微停顿了一下 因为里面都还有火 停顿到射水 然后就慢慢地往前 停进 我们就这一组三人 先上二楼 其实上二楼 我走了没有几步 差不多三五公尺而已 就应该是三个人 躺在那边 就一对夫妇 还有一个妈妈抱着小孩子 我也看得清楚 那已经烧到了 已经烧得变得变得变得叹化 不是说客人都疏散了吗 就怕还有人受困 零星火势仍然烧不停 赶紧缤纷两路 分头搜救 那没有办法救了 我们就赶快在这边再进行灭火 我是往前断 然后我们小队长就接着 在我们后面另外一组 他是在负责后半段 现在二楼那边的伙事也还好 差不多了 打得也差不多了 然后就隐约 因为我们戴着面罩 他有浓烟还有水气 你看不是很清楚 就隐约上去 一团火在那边烧 前面有一团黑影在窗户旁 跟梦玉芬同事 小心翼翼往前挺进 我们这一组有三个 我们三个都会一起看到 都会一起看到那时候 彼此我们都有一个默契 知道 都没有讲 都没有讲 就很惨 全部人 就真的很惨 人太多了 我把团圆去那边找 就会看 那一堆的人 比里面在出航 那些人更多 攻到二楼的时候 我就问他 二楼有没有人 他跟我 到目前我记忆还是很深刻 他跟我回了一句话 一堆 是一堆人 所以他看到那一堆 之后就是在靠近西边 最西边的 那块玻璃的角落 令人痛心的恶耗 截二连三 二楼后方又发现有好多罹难者 总计一楼厨房发现九位员工 二楼前方窗户边三十几位客人 以及中后段二十几位 这场二活酿成六十四死的死一伤 重发伤亡 为什么会这么残重 而且又在用餐时间 不是在睡梦当中 睡梦当中你说 环境会比较慢 可是用餐时间都是 马上一发生 马上就 人家就已经告知 发生灾害 为什么还有这么残重 经过调查 起火点是位在一楼吧台 靠近楼梯处 一楼要上二楼 楼梯底下设八台 我所知道是说 那个服务生 他是把酒精灯打翻了 烧到天龙瓦斯的管线 才引起这个火炸 烧的速度又快 又加上天龙瓦斯 他一直喷 他不是跟天龙瓦斯 跟桶装的瓦斯 那不一样 天龙瓦斯他一直喷 你没有去关掉 开关的话 瓦斯就一直出来 对啊 你桶装的话 那一瓶烧完就没有了 所以那个更助长 那个火势 当然了 餐厅毅然物多 又碰上远远不绝的天然瓦斯 大火越烧越旺 要逃命 却找不到生路 一楼要往二楼的楼梯 它是应该是用木板 直接梯到烧的 然后用木板 木板上面在铺那个地毯 那个都易燃路啊 之前的法规没有那么严格啊 那你起优点又是从唯一出入口 那边烧起来 就是楼梯那边烧起来 把台那边烧起来 一引来以后 那个楼梯是用装网的很漂亮 那边有地毯啊 灯是装网的漂亮 所以一烧整个楼梯就烧了 所以楼上没办法下来 不难下楼 仅存的生存机会 就是敲破二楼的玻璃 二楼整个都慌了 全部都跑到窗户那边 玻璃打不破 敲到一敲就敲破了 马上跳出来 我有刚刚在里头了而已 有些这么多人倒不出来 不是没有敲 他们拿着椅子 拿着东西 不断地往玻璃敲 但是因为强化玻璃 始终没办法敲破 到最后才开始宣导说 其实敲到玻璃要打的地方 是在他的角落 四个角落 就可以把他击破 知道敲到安全玻璃 如果去敲的人很少 所以他第一块 我听过来听他们讲 第一块是没有敲破 第二块他们退到第二块敲破 听说跳下几个人 那最后那个人背部都灼伤 也比方说他在跳的时候 火已经烟烧到他 熊熊火势和浓烟进逼 顾客们仓皇逃命 是多么惊恐 多么无助 正常心态 你看人家跑 你跟人家跑 跑到那边 全部都可能都会跌撞 撞来撞去 紧张 要知道 大家都躲在那 去到那边 大家都躺下 应该是个浓烟过来 我们跟美国说 一口气是水的 就倒了 一定是这样 一个堆一个 踩踏 乱 乱成一桶 火在现场 成了人间烈狱 活下去的希望 越来越渺茫 没办法跳 就往第三块玻璃去 所以那块玻璃可能还来不及 敲 温度很高 已经烧到那边去 所以一堆人挤在那边 就可能一个一个倒下去 就像敌头汗一样 所以我的同仁 就是对同仁各种回报 是一堆人 这边是三楼 这是一些办公的东西 是 三楼它后面出去 它这边有一个门 可以出现 它后面就是一个立体停车场 它貌似在三楼 可以通往他们办公室 办公室 后面还坐梯 通往往隔壁 我刚刚讲那个 威亚康 KTV的屋顶停车场 也有人从那边跑掉 可是 跑掉的人 就是跟他的业者 就是威亚康的工作人员 看到威亚康的工作人员 往那边跑 人家跟着跑过去 所以那个人数不多 现场工作人员 如果说能够引导 就跟消费者讲 后面这里有一个门 因为你楼梯已经没办法下去 大家可以往这边跑 所以一定可以多跑几个 那实际全是年轻人 都是三十岁以下的 我小孩就二十八岁 你看一个父母养他二十八岁 这样成长 就看活活是活活活活活活 一个女孩子 漂亮亮亮 马上就没有了 随着伤亡人数一直攀升 消防员心情越来越沉重 就抱在一起的 有的还手牵手的 都有 当然是不舍 你看到这样很难 当然了 应该抱得很紧 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了 悲惨的那一夜 仍然深深烙印在 曾孟玉的脑海中 有些人服务25年容易 25年计算 他退休了 要遇到这种情况的人 消防队人不多 就是我们那几位的一辈子 对 那个真的太惨了 那个惨不忍睹 因为没有想到会死 死得这么多的 又是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餐厅的负责人陈永津 他才第一时间想过要逃避吗 他说他知道他逃得了一时 也逃不了一世的 更逃不了一辈子 良心不安的谴责 所以经过一个晚上的思考 他决定自己到地检署去报道 火灭了 心也凉了 陈永津一整夜沉思 未来何去何从 我自己找一个地方去思考 如果真的出事有了那么多人 有人在那边我绝对不会逃避 自在思考怎么样去面对 也因为刚出事看那么多人 整个人也都垮掉了 从年轻出来 拼到那个时候 整个壮年 四十几岁壮年 四十二岁 就一夜之间 从天壤得到第一 从巅峰坠落谷底 事业没了 人生玩乐 但陈永津知道 隔天的太阳依然升起 日子还是得过下去 他做了决定 我一大早就叫我律师陪我进去 地检署报到的 是不是 怎么会抓不到我 我又不是干外事 那时候你不是私的念头 觉得干脆跑不掉 没有 那时候没这个念头 那时候没这个念头 只是都是父母生的 你逃不够 你能逃了 你一辟子心里会不安 也可能会被打死 也不一定 是不是 你就去面对就好了 四十二岁 陈永津历经多次开店倒店 商场上打滚二十多年 一路上不算一帆风顺 到还能跌倒后 重新站起来继续拼 但这一次的一把火 烧得实在太惨 我记得跟我靠手铐 那个刑简跟我认识的 他手铐拿起来说 今天拍写他自己掉眼泪 想不到 我会靠你手铐 我说我也想不到 我会进去坚守 说要的是我没讲话 警察官跟你说 要随便用个笔录 就送进去了 就算心里明白 逃得了一时 逃不了一事 但从被靠上手铐 到观景看守所 他的脑袋空了 毕竟打击太大 妈妈的不知道想什么 真的不知道在想什么 空白 整个老爸都空白 而且刚进去 也时间的误点了 好像晚上才进去 人家都吃饱饭了 我再提儿子 弄一个什么牛肉饭 那个炸完牛肉炸 牛肉肉炸 看守所的第一碗 格外煎熬 冷饭难吃 更没心情吃 躺在铁牢内 辗转难眠 刚进去会比较难 老是肯定的 在外面已经 对啊 自由习惯了 你忽然进去 当然为什么都不习惯 所有的作息 所有的又出了 这么大的事情 那脑筋真的长长空白 常常在空白 因为你进去对外的消息 得个都没有 你很难去思考什么事 为调查火灾事件 避免串共串震 陈永金一开始 不但被收押 还禁见 禁见他是房间里面 24小时的镜头对着你 不管你干什么 他都对着你 还有还有那些警卫 他需要记录你在干嘛 几点几点在干嘛 吃喝拉撒 赤裸裸被监控着 陈永金万万没想到 自己怎么会如此狼狈落魄 我想说我一辈子没干过坏事 怎么会发现这种事情 发生在身上 有一段时间很想不清楚 这场无情恶火 酿成64死死死一伤 是台湾单一建筑物死亡人数 最多的一场火 大家都在团圆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亲人 永远回不来了 因为这么多人依赖 也变成政治之间以后 他们是公家机关的在内处 所以因为我那时候很多朋友 有机关的朋友什么都有 那时候他们查到 我有很多名片 他们就我那些名片去查看 我有没有正商锅姐 关商锅姐 我说我看餐厅 我什么人都可以认识啊 我又不是做什么酒店 又不是做什么特种行业 我干嘛关商锅姐 那时候民进党跟他出头嘛 是不是 而且瓦斯爆炸 那个心中瓦斯 是国民党党员事业 选举快到了 你要选总统 要选立委 所以那只有把我牺牲掉 如果你承认党员事业 有过失的话 你嫌疾就不用嫌了 陈永津拿出所有财产 两千四百多万里赔 每位罹难者约分到六十多万 不过家属更控诉 台中市政府官员实职 没做好机查把关 也要负责 当时的台中市长林博荣 成了剑靶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 灾难 不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 林博荣遭监察院弹劾 休止半年 还是难凭罹难家属的怒气 他们提起国家赔偿 2003年法院判赔定验 再多的钱 无法弥补失去亲人的痛 威尔康负责人陈永津 和罗姓霸台服务生 以业务过失致死罪 分别判处五年和三年 有期徒刑 威尔康大火的惨痛教训 换起民众对公共空间 消防安全的重视 后来催生公寓大厦建筑管理法 修正消防法和建筑法部分条文 锦销机关开始对各类公共场所 定期消防安检 消防宣导 国人普遍的对消防常识不足 你说国外康他这场大火 烧出很多问题 时代在改变嘛 那消防法越来越严格 我不能讲说他们死的有价值 或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因为这场火 他把台湾的消防问题提升了很多 就这样 对啊 当然贷价很大 这场火灾可以说让陈永津 他的事业跟人生也都复之一句了 他的财产都赔光了 两千四百多万现金赔偿家属 四栋房子还有土地也都全没了 他从一个大老板沦为阶下囚 陈永津他说他这辈子奉公守法 他从来想都没想过 有一天竟然会被抓进监狱关 最难熬的是每一次开庭 他进出监所都要脱光光 全身接受检查 他觉得人生毫无尊严 而他的老母亲也因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喝农药弃土轻生 尽管最后被抢救回来 但这个家庭已经因为这场大火支离破碎了 闭上双眼双手核实 陈永津透过信仰沉淀心灵 每当谈起沃尔康大火 永远是他心中的痛 我判五年是我跟我律师讲 要求法官跟我判满贯 因为法官他不会跟你判满贯 满贯就是五年 建议是你去执行才有算分数可以提早回来 是不是 你在压只是嫌疑犯 判刑确定以后才要去执行 想快点服刑结束 早点重回正常生活 因为关在监狱的日子很痛苦 每次要开庭更是煎熬 一定要去判满贯 你才不用每天去出庭 很烦人 每天出来都要脱裤子给人家检查 因为有很多 也会家常在屁股里面夹东西进去嘛 所以他们剪得特别 男女都一样 男女都一样都要检查 只是 其实那时候做得很没尊严 就是在那边 每天进去就是 做得很没尊严 一个大老板成了接下囚 就算陈永津以前是苦过来的 可是从没想过会烙得如此下场 什么叫痛吗 真正的悲伤哭不出来 会吐 会呕吐 对 会呕吐 会整个生理产生一直吐 一直呕 那时候已经没有眼泪了 最伤心是这样 是整个人一直吐到没力量 就整个压力来了 整个心理生理都不好 然后你就一直吐 很长一段时间 睡也睡不好 吃也吃不下 可是时间久了 慢慢自己也感悟到 那时候好瘦好瘦 所以现在四十几公斤 可能五十公斤不大 暴瘦之外 监狱中龙蛇杂处 陈永津在学习 如何在另一个社会生存 就会熟到他就会 找了有的没有 跟你讲一些有的没有 他总问我说 我们其他就在你那里 你怎么说 我就不了他 不理他 因为会找我麻烦 都是那七八个月 不用假释的 那时候有人跟我说 你有没有量的 我说量的有 果汁有很多 就送过 送几箱果汁送给他 后来他跟我回答说 不是个量的啦 没穿衣服的 我说这个我没有啦 他看我那么多书 那时候很傻 幸好他个性八面玲珑 后来在监索中 遇上过去江湖上的朋友 照着他 因为我都在做服务业的 而且我做现场的 我从小就乡下出来 就比较广洁善严 经济也很满大 也移到满多很多 很多道上的兄弟 也都对我很好 这些人都可以叫我 就金光闪闪 可以叫我出名字的 他们也都对我很好 尽管慢慢适应铁牢生活 但人关在牢里 身体没自由 心也上了枷锁 要放下没那么简单 就觉得为什么都有这么不公平 是不是 一开始会了 后来慢慢的 慢慢的就释怀了 后来就觉得先找到自己 你认识谁不重要 必须静下来先认识自己 你能干什么 你是谁 你现在还能做什么 你能力能做什么 这比较重要 转念后才慢慢放过自己 而家人是最坚强后盾 在狱中四年多 靠着亲情撑下来 只是看看shake hello 也没能讲什么话 因为那个电话拿起来 隔个玻璃窗 写了几句话而已 就我妈去的时候 而且那时候很伤感 因为我妈为了我事情 她想不开 自己喝容量 因为那时候我去过上海 买一套那个绸缎 是那种外套给她穿 她就穿了她那套外套 那套衣服去自己了解 后来那时候我被选择回来 因为我一直看 一直不对 整个家人一直 我一直问她都没告诉我 因为她们怕我说太大的打击 等回来的时候才知道 叹起妈妈 陈永津面露不舍 本该让老人家享福 却让她受苦了 心痛 因为从小都是她带大 我妈我爸走的时候 她几乎天天以泪洗脸 人家看她六个孩子这么小 老大十八岁 最小的好像三岁四岁 她就这样再次 那个瓜母就再六个孩子 这样熬过去 熬到 已经差不多 那个年代她可以轻松了 因为我们兄弟就长大了 都有职业了 不能出事 她一辈子很苦力 为报答妈妈 陈永津必须坚强振作 但说得容易 沃尔康大伙 复制一句 就是她的写照 两千多万现金 赔偿家属 四栋房子和土地全没了 坐牢四年出狱之后 妻离子散 做什么 倒什么 红茶店 小火锅 没有一样撑得下去 出来以后 现实逼你没有办法 人自有了 可是你钱都赔光了 你想去哪里 你不是醒小生呢 所以这种空前就可以 可以出去走 又回来遇到经济压力什么 很迷茫 因为找不到资金 以前你这个人 人是做工不做力 你好的时候 大家都拿钱 要给你交通生理 人家就明知道你买 不敢给你交通生理 今天一期没回来 对 这很现实 这你不能怪相 没有写欠人的 是不是 能够帮忙 是意气 不帮忙是应该的 当年这场沃尔康大火过后 在台中市 没想到接连又发生了 好几起重大的火灾 台中一度被冠上了火城的恶物 甚至还有人会声会影描述 那是因为有一艘幽灵船 跳在海风中 它要载满108名往生者 才会离开 这谣言四处的流窜 搞得人心惶惶不安 威尔康大火过后 台中大型火灾平船 一场又一场大火 夺走这么多宝贵性命 接二连三的火 让台中被封为火城 甚至会声会影 出现恐怖幽灵船 幽灵船谣言 一度让民众人心惶惶 当年一广 大多是学生族群 传说一传十十传百 陆续有人声称 遇到灵异状况 加上威尔康事件后 消防安检便密集 店家违规状况多 不少业者干脆离开 生意雪上加霜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 幽灵船事件引发全民 更重视消防安全 过去的一广 现在改名东协广场 移工带来庞大商机 但是幽灵船奇谈 仍三不五十被提起 而卫康火灾的旧址 始终很难摆脱阴影 民国九十七年 大火过后十三年 地主用低价出租一部分 经营停车场 另一块空地改建铁皮屋 设大型的五金百货卖场 外观看起来跟一番店家差不多 可是附近住户 每到夜晚总觉得毛毛的 就感觉他在那里 不知道是谁 黑黑的 他不会正面让你抢 他知道我知道他在那边 你要仔细看他不见 或许行李作用 五金行的老板为了安定人心 特地请了一尊地藏王菩萨 供奉在卖场后方 二十四小时播放经文 祈求平安顺利 我第一次走进去的感觉 我是怪怪的 一个卖场后面 就这样的比较 然后你走到那边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点烂 据传五金行曾办法会送金超度 生意一度非常的好 经营超过十年 然而五金行收了后 空地又闲置了十多年 台中的台湾大道热闹 繁华在这个路口 两旁都是店家林立 不过仔细看看旁边这块空地 铁皮围离围住的这个区块 现在是没有店家进住的 而这里就是威尔康西餐厅的旧址 斗大广告看板求售一百三十四坪空地 一坪本来开价一百三十四万 总价估算一点八亿 广告刊登后 有五十组客人询问 但知道是威尔康旧址后 秀没下闻 要威尔康大道的话 就只有他这一块 隔壁大楼和威尔康的共有墙 长出花草树木 可是这一块地依然难以抹去 大火一霾 地价降为一坪一百零五万 比原本总价少了四千万 地主就是希望能快点卖出去 二十三年过去了 威尔康大火旧址 仍然在找寻 有援人接手 二十多年来 陈永青他做生意起起伏伏的 后来有个好朋友拿了两百万 资助他开餐厅 我们到他的餐厅采访 发现在他餐厅里头 里里外外摆了十多支的灭火器 他强调他全店的装潢 都是防火设备 他说他要寄取过去的教训 同时他要努力的东山再起 满满一大锅好料 在锅里滚沸着 这道补生汤品 是陈永金重新出发的招牌料理 里面有五穀鸡仔 还有猪肚 还有甲鱼 这个对身体很好 这个有胶脂 对身体非常好 两年美容 先落五穀鸡 五穀鸡 它的营养成分 它的微量元素 比一般我们白鸡做十八倍 在中医药点里面 到一千多年当养生药材 已经一千多年了 所以这个鸡回来要再清洗 全部清洗干净以后再汆烫 汆烫以后再稍微过游一下 这样才会嫩 你才会嫩 在甲鱼 甲鱼是养颜美容 它胶脂多嘛 在大陆叫霸王白鸡 据说这道菜是武则天吃出名 那养颜美容 在家猪肚 猪肚的功效也很多 尤其是你人啊 要常把它闷烂的再吃 对身体非常好 然后再加黑爪 红爪 再来就是爆香过的姜 爆香过的姜 提味 再来就是生姜 再加几片生姜 然后再一把炒药 台湾炒药 它的汤喝起来很温和 不像就是外面有些 它可能会添加一些化学的 就是味精或什么 它完全没有 所以它喝起来不会让人觉得 不舒服这样子 它喝起来是很温润的 所以当初味尔康也有这一道吗 也是招牌的 对 是 做法不一样 里面有教会师嘛 他就专门心理辅导的 他讲说 你回去啊 你要很坚强 不然像你这种生意的人啊 人家说派孩子有准备要用冠 你这种人根本就不去生了这一条 你回来社会都变了 你如果不得更严重的 你会去死 真的刚回来很多事情都觉得 很不好受 好几年啊 好几年 以前我不喜欢人家讲到味道 尔康一问我就会翻脸 可是后来有个朋友跟我讲 人家讲这个你都面对了 是不是 你不要常记在心上 这个是防火的 天外板也是防火板的 这个板也是防火板的 然后这个就没地毯了 就用水泥了 这个是防火的 陈永津既取威尔康大火教训 格外注重消防安全 按法规 他的餐厅放三到五支灭火器就可以 但几乎五不一支 包厢内也都有摆放 全店有十几支 常常听到那个消防车的声音 我就会睡不着 会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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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为什么不太喜欢看电视 人家看人家灾难 我就不太喜欢 尤其看到火警游戏 对 出狱后二十几年来 开过好几次店 但状况不佳 不过陈永津越挫越勇 好友拿了两百万帮忙 开了这间餐厅 琥珀色烏骨鸡低鸡精汤汁 色香味俱全 五十斤的烏骨鸡放入陶翁 加上青草药 姜片枸杞 黑枣红枣 雙层玻璃纸蜂 从早煮到晚 将五骨鸡的精华熬出来 一百度十二个小时 就一定要坚持一百度十二个小时 才能出锅 这样出来的鸡精 那味道非常香 也非常补 你要气血不好的 酥后产后 这些人喝这个都非常好 而且年纪大了 体力比较耗损了 你喝一些 你精神会很好 要把这个蒸汽水珠擦干 擦干玻璃纸才能撕开 怕有那个生水香 对 怕水蒸汽 这个叫纯鸡精的 里面不能有一点点水掺杂进去 好香喔 香喔 一股香气就来了 对啊 五骨鸡它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一起锅 香气肆意 还得将炖得软烂的五骨鸡 彻底逼出精华 把这个没有滴完的这个 全部都炸出来 然后晚一点 再把油脂跟油分离 是 一点都不能浪费 那都不能浪费 又很香喔 超香的 太香的 所以这个老中青三代都可以喝 你只要喝一次啊 你下次再喝一杯的 你会不习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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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逢威尔康大火 花了大半辈子赎醉 陈永津浴火重生 再次靠着餐饮评评看 也学会看淡伤痛 也不想回想 你知道你现在在问我很多东西 不想回想 那不想回想 你就一直忘了 真的 二十几年 很多事情我说 会把它烂死在肚子里面 对 因为 都过去了 遇到事情不要逃避 勇敢的面对 你才会心无挂爱 你越找理由 你会越严重 事情会更麻烦 你勇敢的去面对 可能会大事化小 你越逃避 你越逃不了 你讲一句谎言 一百句言不了谎 所以我常在讲 很多朋友说 你怎么回过来 我说面对 不要逃避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都没回事 我看你了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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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来 你怎么回事